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帝都挺难言的 然后这个尤其难言的 因为这个黄帝吧 表面上看来是不像个黄帝 但是其实到最后他是很有心机的 把很多东西藏在里面的 到最后才给大家露出来 就是觉得一种挺独特的黄帝 就是把霸气这些东西藏在里面的 作为皇帝专业户张国立的儿子 张默时常向父亲张国立取经 并不介意成为小张国立 还直言他揍我最好 当天 众主演身穿精美戏服 一一走过红毯 展示黄图腾中华丽的造型 并首次对外公布了精美片花 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也随之浮出水面 不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们三官三官镇的请攻